各位好,這是2022年10月27日,香港時間凌晨早上 熱刺在歐聯勾冠分組賽以為絕殺了士布廷 但最後哈利監尼Harrie King的入球被VAR判決是越位在先無效 如果大家不清楚就看看這個圖,我嘗試解釋一下 A點是熱刺巴西球員艾馬臣 他把球頂向後面的,奧古瑟瑟想設定後面的隊友等他射 但最後球彈中B位置的士布廷球員 然後球彈再反彈到龍門後,Harrie King就撿起死雞 令到熱刺以為自己是奠定勝局 我猜很多人跟我原先的想法是相近的 就是你艾馬臣的球向後頂,我們還要看Harrie King 有沒有越位呢? 我到現在才知道原來我這個想法是錯了很多很多年 因為我再回到球禮,原來球禮解釋什麼叫越位 而是沒有說過那個球向後交就不算越位 也沒有說過那個球一定要向前交,向著對方的底線交 才算越位 那麼球例11.1那裡有一點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解釋什麼叫越位的位置,offside position any part of the head, body or feet is nearer to the opponent's goal line 對手的底線 and both the ball and the second last opponent 那 second last opponent 就是我們平時所謂的last defender 在一般情況下多數都是這個情況 那當然就不難理解了 這個支力有一年的球迷 應該很清楚明白的 但原來呢,另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在那個球和那個底線之間 你才有機會越位 那如果不明白我說什麼呢 我們又看看Harry King的圖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Harry King 他身處的位置 是在那個底線 和那個球之間 即是艾馬臣頂球那一刻 計過一刻 如果在艾馬臣頂球那一刻 Harry King 是在那個球和那個底線之間 那他就在一個越位的位置 那但是如果 他在艾馬臣頂球的時候 Harry King不再 不是在那個底線和那個球之間 即是簡單一點 就是在那個球的後方 那當然呢 就不是越位 那換言之 為什麼我們經常有個誤解 包括我在內 誤解了很多年 就是那個球向後交是不越位的呢 其實就是因為球例的精準寫法 就是涉嫌越位的球員 是不是在那個球和那個底線之間 那這樣說當然是很難明白的 所以我們一般日常的語言 就純粹是說 那個球向前交才越位 那個球向後交就不越位的 因為遇到好像今早這個狀況 你向後交然後又省中對手 或者有時省中球證 那球彈回到前面被人射入 或者拿到一個進攻的機會 那這樣情況 可能我們平時500場球都未必出現到一次的 那所以如果我們再看清楚 這一幅VAR所畫出來的線 其實他不是在畫中呢 哈里簡尼和對方的最後的後衛之間的差距 是不是令他導致越位 你會看到其實紅色線就是在畫哈里簡尼的腳趾甲 藍色線其實不是在畫中 其實你會看到 艾瑪森背後是一條虛線 他在畫中一個球的位置 所以顯然地 那個VAR的裁判 他都真的嘗試去演繹 在執行球例的精神 和內容 就要看清楚 哈里King當艾瑪森頂球的時候 哈里King所身處的位置 算不算是皮球 和底線 之間 那究竟 他這幅圖畫得合不合理 我就不知道 我不是那些幾何 數學的人才 我就真的不懂判斷 雖然我 肉眼看 不畫線的話 我就覺得 哈里King不是很明顯 在那球後面嗎 但他畫出來的線是這樣的 大家各自判斷 那當然 那球向後頂之後 又省中了 Cbooting的球員 所以 這裏也觸發了 這個球例第11.2 如果你是越位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 那球是 Gaining an advantage By playing the ball Or interfering with an opponent When it has 重點來了 Rebounded or been deflected off the goal post Hospat Match official Or an opponent 只要那球是 Rebounded Deflected off 即是省中 對手 甚至是裁判球證 而改變方向 即使你的球本身 向後傳的話 即是 好像剛才那種狀況 只要最後接應的 攻方球員 在隊友 最後好像足球的時候 他在 底線和皮球之間的位置 也有可能 夠成 決位 下面那個點 就是 Deliberately saved by any opponent 那什麼叫做 Deliberately saved by any opponent 這件事更加牽涉 很多主觀的判斷 這件事 就上幾個月 在歐冠決賽那次 王家馬德里 上半場沒斷的炸壺 我也解釋過一下 當然也很複雜 而且實際上 那場球之後 不久 這個球例的傳釋 對於什麼叫做 Deliberately saved 其實又有少少的 修改 但是 這麼複雜 所以 總之 其實這一球球 為什麼趨越位 就是因為 其實原來 那個球交後 仍然是可以 越位 而那個球交後 rebounded off an opponent 就是 由對手 是 Booting的球員被撞到 彈去 Hary King 那裡 那裡 有可能 救成越位 只要Hary King 滿足這兩個條件 就是 他和底線之間 不超過 一名 對方球員 只得龍門 而且 另一件事 就是 那時候 他在波 和 這個 底線之間 而 VR 不知道為什麼 畫到出來 就是 他的腳趾 在波 和底線之間 所以 他是越位 但是 我還是那句 這幅圖 畫得 合不合理 我就 不知道